高雄游艇产业是非常夯的 来自荷兰的马丁 20年前就看准这样的商机 深耕港都 发展的是游艇零组件的产业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全球富豪现在开始争相 都要订购的是游艇 马丁也决定要扩大规模 从事游艇的主任买卖 迎着风享受碧海蓝天 搭游艇出海再惬意不过 高雄独特的港湾条件 适合游艇产业发展 来自荷兰的马丁 他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2002年来到台湾 当时帮世界精品打造游艇 没想到遇上台湾妻子 就此定居 持续发展游艇业 每天我喜欢来到一周 坐船上 然后准备它准备它 我喜欢做它自己 保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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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和妻子从事的 其实是游艇零组件 举凡游艇上用到的五金 从栏杆 楼梗 登船梯等等 都是他们的业务范围 台湾的劳工成本相较欧洲便宜 但技术顶尖不输人 因此让马丁受到商机 将近20年在高雄深耕 专门挑战困难的订单 来自世界各国不同需求 只要接了单 马丁团队都能完成 不可能的任务 像这个游艇上的旋转楼梯 高达四五层楼 一体成型没有中断 从历史地理背景来看 荷兰一向就有航海梦 台湾则四面环海 来自荷兰的Martin 遇上台湾妻子 两人交织实现 海上游艇梦 优优独播剧场 Saul 某游艇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